你知道对手面对赵星龙最不能做的事情是什么吗 就是开完球之后漏长台 那么这样做的后果只有一个 就是开完球之后在台下疯狂的喝水 现在赵星龙的机会来了 看一下这根长台准夺 漂亮 空性入带 打的是非常的坚决 相信很多球员也是非常喜欢听这样的击球声音 听起来确实非常的清脆 大家好 小编在这里三四预告一下 就在12月12号晚上6点 赵星龙将在2022年斯诺克英格兰公关赛 首轮对着艾伦泰勒 到时候球员们一定要关注一下 为中国选手加油 这场比赛可谓是赵星龙上一赛季 他的最好一场比赛 因为拿下的5G比赛 竟然打出了四杆破百 一杆八十加 这样的手感极其的火热 这场比赛的裁判是大家非常喜爱的美女裁判波兹洛娃 来自保加利亚 一头金色的长发 让球迷们留恋忘返 看一下这杆K球 哎 这杆并没有K正 红球虽然是闪开 但是效果并不太好 还好上方还有一个红球可以连接 目前赵星龙世界排名排在第九位 也是中国斯诺克军台目前排名最高的选手 现在这个局面的话 还是需要尽快地围上黑 这样涨分才比较快 赵星龙在上一个赛季的成绩是非常不错 拿到了两个排名赛冠军 其中还有一个是三大赛之一的英锦赛 可谓是九龙后第一人啊 但是这一赛季的赵星龙状态不如是太好 成绩也是比较一般 赵星龙打球确实非常好看 特别是发力非常的透透 感觉打球的节奏也是非常流畅 好球 这杆低竿走位还是相当的犀利 这一局超风应该是没有问题了 就看这杆能否完成破牌 赵星龙这次看了一下中间的四个红球 有没有祖国球 如果有祖国球的话 就不需要来K了 交了一个红球中带 看一下这杆是否流出K球的角度 诶 这杆是选择单叫 应该还用祖国球 漂亮 局面打开了 诶 这杆交位不太理想 白球是没有登起来 看一下能否拼干中带 这是打了底带 没打进 导播还以为是打中带 好了 本期视频到此处 朋友们下期见 没关系 有请听一下 感谢 mon监 fund 感谢 本期视频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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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